今天开箱的这款产品是玩家国度旗下一款普普通通的产品 价格也不贵 才3万多 还不到4万块 快来感受一下吧 大家好 我是明月入怀的次君 这次呢 我们拿到了冰刃5PLUS 就是11900K加32G加3080的显卡 然后呢 甚至还有3块1TB的支持PCE4.0的硬盘 性能在笔记本里也算顶到头了 而且散热呢 也用上了这个上开盖的散热设计 那么赶紧来看看性能如何 在这之前呢 来个同事介绍一下外观 下面一起来看一下华硕目前旗下的顶尖系列 也是游戏本当中最顶尖的一个系列 华硕的冰刃5PLUS 首先呢 这个包装这边非常的锋利 为什么用这个磁带看一下整个这个包装的感觉 是沿用了最近几年华硕旗下这种非对称式的包装 包括在整机的设计上也是沿用这样的设计 给人的感觉这种不规则的外观呢 从一看上去的感觉就是特别的锐利的感觉 充电器的部分我们先不看 先放在一边 咱们重点看产品本身 以前咱们经常说啊 谁家谁家的旗舰机型的包装盒是花了钱的 大家看这个盒子 看到了吗 带磁吸的 这才叫真花了钱的 大家一起来欣赏这个过程 首先我们打开 再打开 好像打开了一个科幻的装备 并且那笔记本会缓缓的悬浮起来 坦白讲还是有一定重量的 其他的部分我们抓紧看一下纸片 包装盒里还做了一个特殊的设计 我们来看一下同样采用了不规则包装盒 我去 这个充电器 可是不小呢 他这边还提示你呢 这个包装盒还做了一个比较特殊的设计 虽然它只是一个纸盒 但是摆在这儿啊 你可以把它当作一个支架 强行支架 充电器的部分不小 这个功率看上去可不一般 首先这个大小方面 拿一个iPhone 12 Pro 放在这里比较 明显大出来一圈 是吧 从侧边看也相当的厚重 所以看起来 这不算是一个移动办公设备 输出功率这边呢 是280瓦的一个输出功率 20伏 14安 考虑到280瓦的一个超大功率啊 那么它那个大小呢 还勉强可以接受 在开机之前 咱们先看一看它的重量怎么样 抱歉啊 因为我们是称比较小 我得这么扶着点 所以重量不是特别的准 大家可以大概有这么个参考 2700多克的样子 这个重量呢 在游戏本当中算是一个常规重量 不算特别重 也不算特别轻 充电器是1000克左右 合计是3700多克的一个重量 所以咱们之前聊过了 像这种比较强悍的游戏本 通常不推荐它作为移动办公来使用 不是说它不能做 而是你用它来移动办公 它不太舒服 那它的配置能力 是否对得起这样一个外观呢 咱们抓起来看一下 整个的A面呢 还是最近两年ROG 非常经典的这种外观的设计 首先亮色的眼睛不多 赘述 在侧边这里用斜切的方式 区分出来两边材质的一个差别 在这一侧呢 用大量的这种矩阵孔位 营造出整个A面的一个科幻感 当然整个的A面呢是平直设计 没有一些其他游戏本的这种夸张的设计 那么这种不规则的设计的A面的话 不知道大家觉得它的颜值如何呢 那么延伸到上方这里 大家看到貌似啊 感觉好像转轴只剩下这左边这一侧了啊 这个设计还是有点让人意外 然后呢我看一下侧边的接口的部分 首先左侧那两个USB-A接口 注意它是有扩展卡槽的啊 就SD扩展卡槽摄影师是可以用的 在这个位置 这个在以往设计当中呢比较少啊 一般都在侧边它放在下边这里 机身的背面看一下 那后面这里呢并没有其他的孔位 然后看机身左侧这里 更多的接口呢排布在机身的左侧 包括电源包括HCMI输出接口 包括网线接口另外一个USB-A接口 以及两个USB-C接口盒 也就是说接口方面算是中规中矩 并没有特别的多 也没有什么缺失的 那么在背面的部分呢还是这种 你仔细看啊 就是貌似好像背面有好多的这种散热纹理 但其实这些都不是开孔的 整机唯一的两个部分的开孔 就在这两侧 比较小的面积的开孔啊 所以它背部的开孔是比较少的 回到正面 咱们看一下侧面打开的样子 首先这台机器不算是特别的薄 有一定的金属质感 我们开 好 那么转轴下沉 承担一部分的电起工作 大家看到底下这个位置 为什么背部没有散热区域 答案就在这里 因为这是一台变形笔记本 注意看整个抬起之后 机身成两段式的折叠打开 那么这也是华硕最近两年 在自家的旗舰系列上面 独家使用的这种分体式的设计 这和早前的设计又有所调整 但是总体来说 这样一个开合的过程 让人感觉是科幻感十足 当然转轴部分 大概就是一个135度的这样一个角度 不是特别大的一个转轴 这里还有一些小小的文字提示 告诉你不要把手伸进去 这边会有同学担心说 你这个整个键盘是升起来的 那它会不会在结构方面 有一些松垮的情况 我已经很用力了 对吧 但是它没有任何的活动的迹象 也就是说键盘 我们在实际操作的时候 是比较结实的 咱们来看一下B面和C面的情况 B面不做过多的赘述了 上方这里基本上是完整对称的 只是在摄像头这个位置 略微有一点点凸起 这和其他的笔记本不太一样 之前咱们看过 包括整个车在上面凸起比较多 它这个上面也是有凸起 但凸起的比较小 其他的部分只有华硕的ROG的logo 侧边有点窄的边框 雾面的屏幕 整个这套的B面 重点看C面 C面 刚才咱们已经说过了 当我们升起来的时候 整个键盘感觉相当的不错 然后我们要说一下 它采用的是这种全尺寸键盘 接近于标准尺寸 除此之外 在C面这里还有一个特殊的设计 大家看到这个转轮 机械转轮的方式来实现额外的功能 最后是要说整个C面的部分的触摸板 触摸板大小 我们把一台iPhone 12 Pro摆放在这里 你可以大概有一个参考 在游戏本当中 这算是比较大的了 还有就是机身质感这个部分 那么这台机器的摸起来质感 就是这种类肤质的质感 整个的外观部分 咱们也就简单给大家看到这里 最后大家可以打一个分数 满分10分的话 对于初见这次外观设计 以及功能部分的设计 大家打一个分数 你打几分呢 那么我们下面开机 咱们来看一下 这个充电器好大 这个充电器 虽然我知道它功率很强 但是呢 这个带着出差就是个噩梦 有同学说这个充电器很大 你忍一下不就完了吗 对不起忍不了 我是完全不建议大家带游戏本出差 尽管性能强 但是真的太重了 开机之后呢 我先是RGB灯全盘闪烁 初次开机会比较慢 我们稍等 吓死我了 我就受不了这个RG每次开机 给我苍冷一下 就好像身后有人拔刀的感觉 特别吓人 但也确实让人印象深刻 杜比音场 声音效果非常的有临场感啊 咱们先看一下这台机器的一个简单配置 首先呢是11代的Corey i9 11900H标压的i9 G3的内存是32G 再加上磁盘这边是3T的硬盘 整个这套配置的话呢 应该是可以满足我们上学的大多数的需求 当然你上班需求也可以满足得了 然后呢我们看一下它的显卡的部分 显卡部分呢搭载的是RTX3080 16G的显存 那关于这套配置它的性能部分是大家最为关心的啊 首先呢它是8核16线程支持呢PCIe 4.0 可以有一个90瓦的释放 还有显卡直连模式可以进一步提升它的性能 同时呢也支持混合输出模式 内存部分呢是32G的3200频率的一个内存 下面我们看一下它的屏幕表现 首先是刷新率的部分 那么这是一台支持165Hz高刷新率屏幕的 那么应对目前绝大多数的游戏呢都是没有问题 主流的3A大作都是没有问题 然后我们看一下屏幕的分辨率 屏幕分辨率呢是2560乘以1440 2K级别的分辨率也就是高分屏加高刷新率的屏幕 支持100%p3色域 那目前主流的165刷新率的屏幕材质呢 其实都是一样的 这是它屏幕排列的一个情况给大家介绍完 那这里我就比较好奇它能不能够支持PD充电 我们现在呢把它原配的充电器拔一来 我们拿这个PD充电器咱们来试一试 看看它能不能够充得了 好大家看到啊这边提示 你已经插入了Type-C的一个线材电池供电 那边还是不稳那就是说它还是和之前的很多笔记本都是一样 对于高功率和比较长的这种充电的这个PD线材的话 会有很尬的一个需求 市面上并不是所有的大功率的PD充电器 都可以给这种高功率的笔记本进行充电 我们刚才这边换了一个口之后 目前看着现在是正常在充电 然后这边提示呢需要69% 大概30%需要47分钟之后充满 所以我个人觉得呢 如果我们去出差的时候去剪一些视频 希望有一个强悍的笔记本来做剪辑工作的话 那么这个笔记本呢勉强还可以 这个勉强不是说它性能勉强 而是它的重量勉强 大家看一下这个是我们随便找了一个100瓦的PD充电器 然后这个是它原厂的充电器 大家看一下这个差别 大家看到这是你整机所有的状态啊 包括你的内存运行状态 并盘运存状态 风扇的转速啊 CPU风扇转速和GPU风扇的转速 全都可以做细致的去调节 那么风扇的选项这边可以单独的去开启它的起飞模式 这边是键盘的亮度啊 亮度最高可以调的这么亮 大家看到下方已经非常亮了 已经非常亮了 当你外接ROG的键盘鼠标的时候啊 可以去有一些整体的光效调节 和你系统形成一致的 所谓类似神光同步这一套 这次还增加了一个新的 叫做Ara Creator 咱们简单展示一下 其实呢就是如果你外接了一些电脑组件 比如说你支持了它光效同步的显卡啊 或者是键盘鼠标这些的时候 可以做一套整体的创作 简单来说就是个性化到脚趾头 个性化到最为细节的地方 哎呀它一支持PD充电之后 我又觉得它不那么沉了 那么作为一个正常的成年男子 就拿着的时候也还可以 不算是难以接受的一个状态 当然这个你要说它的价格啊 3万多这个价格 你肯定得考虑考虑琢磨琢磨啊 但是呢 如果你确实有这方面的需求啊 比如说你经常要剪片子啊 或者是经常要在野外玩3A大作的话 那显然一个高性能的笔记本 还是不可或缺的 我乍一看啊 有点像幻石榴的感觉 我看现在这些厂商也想开了 也想明白了 不能把游戏本做的太张扬 要不然老板看了不乐意 因为你这个产品啊 它不总是老板去买 经常是老板下面干活的买 所以你要搞得那么张扬的话 老板不让你买 聊到这儿完成 先来看CPU部分 vq900H功耗 峰值呢能飙到105瓦 半小时以后呢 也有接近80瓦 直接来看测试数据 R15七轮跑 恰多去尾呢 2169分 跟台式机的那个呢 也基本差不多哪里去了 接着来看R20 无论是单核呢 还是多核呢 都领先了其他的CPU 软件应用方向呢 格式工厂 PR1420的数据表现呢 都是非常好的 对渲染和视频格式转换呢 都有加成的作用 最后3DMark呢 和CPU-Z的跑分呢 给大家作为参考 继续来看这次重点 3块ETB的P3E4.0固态 先来看下速度啊 读取10个G 写入呢也将近10个G 哇哦 很快呢是真的很快 不过呢 这并不是单独固态的表现 而是呢 依靠RAID0的盘复方式呢 达到的 这里呢简单说一下 RAID0是个啥 首先呢上一下官方的解释 说白话的意思啊 就是三块硬盘合成一块 然后呢每份数据呢 再分成三个 然后分别丢到这三块硬盘里 这样的好处呢 就是速度呢 会大幅度的提升 坏处就是一个坏了 全都握握了 数据呢会直接损坏 所以这种数据的 同学啊可以自己改一下 继续来看显卡测试部分 单烤显卡呢是140W 毕竟呢价格到这儿啊 功率呢也不会特别虚 软件表现呢 PR15.1呢和PR14.3呢 表现几乎是一样的 脚位接近 都是第一梯队的表现 无限接近于 时代的这个台式机 WG16呢三个模式呢 也都是第一梯队的表现 所以呢重度渲染 或者是调色的同学啊 这台机器是绝无问题的 最后呢PCMark10工作的分数呢 给大家作为一个参考 接下来看游戏表现 首先呢3DMark Time Spy 和全平台的分数呢 给大家作为一个参考 游戏部分奥特赛80帧 古墓丽影126帧 绝地修生191帧 全都是已经排到了笔记本的头了啊 可以和台式机一较长短 也算是我们测了这么久 游戏三件套里表现最好的笔记本了 神武幻想呢是130帧 有件物件呢是97帧 网游这个东西呢 就给大家做了一个参考 因为相级五件物件这样的游戏呢 每次都会升级优化 军团狗84帧 已经能和普通台式机一正高下了 光追呢是73 上下对比的呢都是台式机 可以看到啊 它比这个3660Ti要好一点 还比不上3070 但是呢笔记本中呢 已经算是很不错的了 结论呢 无论是3A大作呢 还是网络游戏 基本都没啥问题了 可以看到呢 像绝地修生和有节物件的 平均温度呢 还都压得不错 这机器要是能卖3000就好 诶 开始录像了 好 这里总结一下啊 除了价格 你没法不说这个机器是脚背蛮美的 屏幕 接口 性能都很不错 外观呢也足够个性 厚度呢19.9毫米 重量2.6千克 死柜的硬盘呢 直接就是来了三块 45度相当于买硬盘送电脑 无论是办公 游戏都适用 如果你老板比较大气啊 你一定要推荐他给你买这台电脑 最后呢 适用人群啊 对性能有较高 且有一定移动需求的人